镜头前,这位正在忙碌的男士名叫魏建军,今年39岁的他正在为瘫痪了9年的妻子宋军做全身按摩。 魏建军告诉记者,2010年11月,本就体弱的妻子因为一场大病变成了植物人,医生当时已经放弃了治疗,但是他坚信妻子一定能清醒过来。 出院前,他用卖婚房的钱结清了医疗费,出院后,专门找了一个中医继续为妻子做扎针治疗。 坚持了一年半后,2013年,宋军终于慢慢恢复了意识,但却从此半身瘫痪,左脑栓色导致终身失语。 在经过了短暂的挣扎之后,魏建军决定要和这个相爱了21年的女人共患难,不管多么苦,不管多么穷,她必须陪伴在妻子身边,就像当初在婚礼上的那句承诺一样。 当时跪在妻子面前,然后那个结婚主持人问过我这样一句话,魏建军,今天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? 我当时没有什么,没有山门海誓的话,我只有给我妻子说了这句话,我会照顾好你一辈子,不离不弃。 由于要24小时照顾妻子,魏建军没办法外出工作,两口子生活的唯一经济来源就是卖饮料瓶的收入。 即便如此,魏建军依旧没有放弃希望,每天悉心照顾妻子的起居。 在他最艰难的时候,身边出现了许多好心人,社区帮助他们申请了低保和连租房。 爱心人士还为他提供了工作和车辆。 如今,他在一家餐馆打工,生活有了很大起色,但魏建军坚持每天背着妻子上下班,时时刻刻将他带在身边。 魏建军在接受采访时几度哽咽,他说非常感恩,非常知足,因为在这九年时间里,并不是他一个人在照顾妻子,而是整个社会都在帮助他们一家, 让他们能够勇敢地活下去。 14年12月15号,我们的孩子出生,我的妻子很伟大,然后说你在生病的时候生下了一个孩子,我一直在感恩我的儿子,因为我的孩子让我的妻子有了第二次的生命。 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孩子,然后重新又燃起了对生活的一种希望。 随着儿子淡淡地出生,给这个处于危难中的家庭带来了一丝希望。 魏建军说,儿子特别懂事儿,虽然还不到五岁, 但是自立能力很强,基本不需要他照顾,平时还能帮忙照顾妈妈。 妻子宋君虽然不能说话,但是每次看着儿子时,眼神中都充满了温柔和喜悦。 我希望孩子在我们这种家庭氛围中,我对妻子的这种爱,孩子能看到眼里,然后也能去慢慢地长大,知道什么叫爱,然后以这种爱的方式去传递去对别人的爱。 现在,魏建军把生活安排得津津有条,按时起床,送儿子上学,带着妻子出门去餐馆打工,下班陪他做恢复训练,晚上做家务。 魏建军说,他不奢求妻子的身体能恢复如初,只希望他的病情不要恶化,一家人能团团圆圆就是他最大的心愿。